哥 说说你人人中最完美的 我们从小区出发了 蓝姐美不美 今天房地产大老板请我吃个最土的面条 约在工地江北 这个大柱子赶紧让开 上次这个视频 第二来 啥大个人 我们害怕死了 李总 请你吃个面条 你在现实干嘛 来都来了 拍一拍一拍 这是新楼盘吗 新楼盘是我们经济最新最大的一个项目 那什么时候可以消失 应该是十月底 多少钱 价格吗 四万 你来了肯定有个优惠 我有朋友来可以找找你 我能为你 咱们没了解 叫什么地方 咱们去 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房子 山川江越 山川江越 两家金龙 我属啊 金龙面馆有两家 这个是小金龙 龙虎巷那边还有个大金龙 来个金龙面 再来个金龙炒面 三十 三十二 看啊 大肉 油炸 大肠 这个是牛肉 有点剪面 挂舌头肉眼啊 大金龙跟小金龙有什么区别 大金龙是我爸开的 你是他女儿啊 对啊 那你应该叫金峰面馆 面子要睡两个油炸子在里头 好 好 我们来敬请期待 明天晚上还有安排啊 王老师 到会所 吃点高级的 跟谁喝 一个销售大美女 少喝一点 面团上来了 这是汤面 加鱼炸蛋 加鱼炸蛋 哇 这个面团 香肠 皮肚 大肠 鸡蛋 青菜 猪肝 下个月中旬游场演奏会 谁呢 明知诚 今天我把票给你 好啊 明知诚什么感 蒙了阿丽莎的眼泪 还有什么离人还是什么 单身情歌 好 单身来吧 全苦情歌 我们房子正能买 我们经济项目哪有差的 哦 这倒是 经济堂全 还有这个上述礼 对 都是我喜欢的 还有现在的豪宅叫什么 张岳福是吧 张岳福 关键是 我刚开过 他们说隧道出来就是了 我说生长江也倒几十分钟 哎 十分钟 对 过了隧道就当面 重口味面馆 超级贵 拜拜 谢谢 拜拜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好 开始 我们今天去了一个是 一个地产公司的一个会所里 所以听说是相当女人 被评为 亚洲十当豪宅之一的项目 李老师 爸爸 你来了 好准时 这个房子才是我想买的 真是豪宅 那当然了呀 我们江北房子也很好 比这个小区更大一些 然后它也有它的一些特色 你好 你好 两位领导 有一位领导 吓死我了 这真漂亮啊 昨天我们在江北 兄弟问我江北楼盘 他们要更换一下住宅环境了 那最好的肯定是我们这个山山江江的选择 这个边跟那个能比啊 这边的一些延续 我们至少有三个功能是一样的 第一个在会所的打造场 我们健身房是有的 第二个我们泳池 泳池 而且那边是一个双泳池 有成人还有儿童的泳池 然后第三个那边和这边的厨房 我们都是开放式的 有很多 那边也是装油好的 那边也是装油好的 这个销罐张倩 张爷出现了 我真不喝 你手到哪儿 你还能喝 你喝我就喝 我给你喝 哎呦 当着面 这是多少啊 这里边是什么啊 我以为是钱的 这是什么 是林志炫的演唱会门票 过两天林志炫来南京一起吃个饭 我跟他吃什么饭 一看就不能喝酒的样子 你来去看 你去我就去 那我给你去 把这个票也送点给观众 好哎 我们正好有一个活动 抖音完美只有一次 什么完美的一次啊 完美的一次是一个抖音挑战赛 其实是一个话题 那我们可以做这种一桌的菜 一些美食或者宝宝啊 或者是一天的一个趣事 参与这个话题 参与这个话题 啊 就可以得到这些什么奖品 对对对 那我们俩合个人 那必须的 那我今天碰到 张倩就是完美的一次 哈哈哈 又油腻了不是 没没没 虎哥你觉得你最完美的一次 这是什么 你说你这完美一次是吗 完美一次不是给你做邻居吗 讲真话快快快 当时我是在这卖房子 我也是下定决心 要在这边买一套房子 就看上咱们小区来 对环境非常好 然后呢 然后就买了啊 你讲这过程没有艰辛 没有艰口吧 就就随便就买了 艰辛就是日积月累 但是最终的目标还是把它拿下了 房产累计销售金额多少 大概有十个亿 南京还有人超过你啊 除了蓝姐 除了蓝姐啊 给蓝姐留点辫子啊 可能排前十吧 全南京 蓝姐你多少 排前一二吧 你多少个亿啊 十几个亿吧 十几个亿吧 也十几个亿 我觉得我的人生过得就是很完美的 不是说知足啊 就对曾经困惑的事 就到我这个年纪心里面有答案 对于我想做的事 我提前对这些事会有一些预判 包括我自己犯下的错误 我对于后果能够承担 这就是我现在将近50岁 我这一生我能做到这里 我就觉得是完美的一次的人生 喝酒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 完美的一次的抖音活动挑战